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跟你说这个话让我深有感触 我前两天还说 就是说你看他现在网上讲 叫引用18世纪欧洲维护物权的人的口号 叫做风能进 雨能进 国王不能进 就说我这破房子风雨都遮不住 但是你国王你想拆不行 这是一真事 就八月革命那时候真的 最后还真的就没拆的 真有这么一回事 就这么一家没拆的 他们那天说韩国说碰见这事怎么办 因为中国全是这问题 说韩国碰见这事 凡是抢制执行的 往往容易出事 比如警察打伤人了 这一下子就激化 就群众闹事游行了 有的那个公司 就干脆在韩国 他们会有四周围的高楼大厦 那么好的一个区域 就中间独独围的一个钉字户 就不敢拆他们 我据说他是有些背景 他那个特别牛 他那个宪法国戚物权法 那是后来来的武器 他之前能维持到这么一个碉堡状态 他已经是要花很大的力量 据说是很有背景的 有散打冠军的背景 你说他这个恶搞是现在一个特点 有一句话叫官不搞恶民不恶搞 就跟咱们说的什么 这话挺有意思 有意思吧 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意思 他为什么要恶搞 因为他不能正搞 而且为什么不能正搞 因为上面不正搞 所以他是 你不能是 这要尊根寻原的话 你不能就说他为什么恶搞 他都搞成这个样子了 你看看那些原来 但是现在你说像这种问题 我倒是突然间想起 昨天在飞机上 我看南方周末 有个人就是说印度 说有个人写了一篇 你最近也去印度 他也去过印度 都对印度的贫民窟印象特别深 这位作者他写这文章什么意思 他说他到印度的贫民窟 因为印度咱感觉不就是脏乱差 拆迁问题是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但是跟中国相比 他认为印度的民主走了另一个极端 就是太注意听所有人的意见和声音 而且贫民窟的这些人都是选民 政客也得讨好这些贫民窟的人 所以他进以后贫民窟 他说中国人富人买了房子 仍然被人叫做房奴 因为你欠的债 是奴隶 但是印度人形容他自己叫什么 Slam owner 贫民窟主 我虽然是贫民窟 好坏是主 我是主人 我是业主 而且不自卑 他说你到那去 印度人就把你请进去 喝茶什么 还告诉你 我亲身经历 那么点的一个地方 收拾的还挺干净 你进去都没地做 但是他很自豪地告诉你 这是我的家 然后我们后来拍了好多照片 我是因为一个项目 我去带了一些学者去 然后去考察 然后一到那贫民窟 他们最触目惊心是梦买 60%的人口住在所谓的贫民窟里 但是你说这个Slam 它其实他们那 这个Slam跟我们的定义不一样 其实它叫做 Illegal Dweller 就是所有的非法的居住者 那照咱们都是伪张建筑 咱们这都照伪张 但是它的私有产权 是跟我们这非常不一样 它甚至就是保护私有产权 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了 就基本上好像是你任何人 随便你在街旁边搭一个棚子 敲几个钉子 住了六个星期以上 你就有产权了 你不能随便拆的 有的时候警察拆完了 后边又搭起来 你一点办法没有 所以印度很多 就是说妇人住的院子 外边对马路 都有一块牌子 写着不准在我这搭帐篷 因为他这就说 你如果说咱仁义 允许你住在我这 一年我没有提出异议 这就是说默认也是契约 这就是他的 这地方就是他的 所以他现在就说 说是孟买 你刚才讲孟买房价 说北京房价高 孟买的房价高到四千美金 极高 一平米 但是他没有说 这个受益者是这些贫民窟的owner 贫民窟的业主 因为主要是地价 因为你让他搬迁 特别的难 而且对他来说 印度还有点像美国那种法律 保护乞讨权 保护住在户外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 有一个变成第二十二条军规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你是主人 谁也抢不走你 而且地价 因为孟买的开发价 他地价高起来了 你要算 拨算没算 又我这小屋 小破屋这么一个 值了几十万美金了 但是你栽在你手里的是有物价 没谁来开发 你没权 你不可能没有 让没有商业利润的开发商进来 他干嘛 做这冤大头 所以你是保护了你的短期的权益了 是吧 谁也不能给你像我们这说走 就霍拉全拆走 一大片全没了 对吧 但是长期来说 我在那看就有几代的人 就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地价涨归涨 但是你有什么 没关系 你卖不出去 你坐在一个金矿上面 你在那吃那点 你喝你那粥 对吧 所以这也是一悖论 我倒想起来上回你去印度 回来 徐老师还很沉重的跟我讲 说我怎么觉得印度贫民窟里的贫民 他好像有尊严 跟我们的穷人 他们祈祷的人比较少 他想一个方法 他帮你擦鞋 他其实也是祈祷 据说是跟印度教有关 我不知道 反正他祈祷的人没那么多 你说祈祷 就讨饭 祈祷 祈祷 佛教祈祷跟讨饭 祈祷有关系 他做各种低功的 所以这有很多争论 就是中印的发展路径不一样 我们这因为大量的低端的加工业 什么的 这些就业大量的就业机会 他那没有 都是高科技的 所以你这些低端的怎么办 他可不是就擦擦皮街 到酒店去当个服务员 都是贫民窟里边的高阶层 他里边分阶层的 因为住的 你最后有了这个 总心事到现在很多人还买账 我是 我去了以后 我影响真是不太好 我觉得我 首先我怕热 我觉得怎么生活啊 这40度 那个太极林是早上6点去的 我们说为什么要6点去 他们说那是一天 温度最低的时候 37度 然后去的时候 那个花园里已经都沾满了 那个老百姓了 他们干什么 他们乘凉那个时候出来 6点钟 而且他们都长袖长裤的 然后一问说这么40度的温日温的情况下 这个这个城市里边80%的人是没有空调的 而且还真是 所以很多人现在不是内地很多人都都怀念文革吗 说这个时候多么好自力更生 全部开解放牌的车 没有外国的势力影响啊等等 那就印度旅行去吧 那就跟文革非常像 我就是讲生活状态啊 非常像 就是全部是一个牌子的车 印度车 然后那个车上面装的那个稻草啊 比这个车身大三倍 嗯 在公路上那么晃晃晃 所谓的高速 我不太同意 文革的时候 但是他千篇一律 你说的是一个低水平的生活 就是贫穷的情况 但是我们从城市的形态看 那我觉得孟买 不论他有多少问题 他是五彩缤纷的 因为你不能拆迁 所以他的各个民族的小街市挤的一塌糊涂 我们这一块同行的去 有几个搞城市规划说 一看就这这小饭馆旁边 在一个小巷里边就挤着那么多的店挤的 这要着火 毒死你出不来 看消防车根本进不去 但是他有色彩啊 所有的卖布的卖饼的 哎呦 简直好看 没错 火灾的色彩 你这回这个你知道 这个史上醉牛丁字户这对夫妻俩 着了三回火了 就是因为他拆迁客观上也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这个他这个地方就跟上海澎湖区一样 那些建筑啊 比如破破烂烂 危房什么的 一次次发生火灾 也是 但是说的就是说咱们得达成协议 你要达不成协议 你就是强制执行我 我也跟你干 我这个问题呢 我其实说起来 我真是想不通该该支持哪一边 我常想 我告诉你 别不要跑印度那么远 你就去香港的时代广场看看 嗯 那个铜锣湾最黄金的地方 你坐电梯上去看哈 对面就有急破急破的楼 那要在上海 要在北京的话 那政府早规划掉了 因为那个地方价值太高了 你知道铜锣湾那个地方 对不对 但为什么前面那个破楼就不能动呢 就是因为这些业主他们也不住 当然他们要要价 而且你很难谈下来 因为他的一栋楼里面可能有200户 那200户200家官司 那开发成本极高 因此他在保护这个私人利益的基础上 在这个前提下 就像你说的很五彩缤纷的 城市很可爱 陈冠中讲的 走路20分钟 可以接触到不同形态的房子 他就这是现在城市最魅力的地方 但是你坐那个电梯 就感觉真的是不好 那你到上海呢 你完全是另外一个感受 你严重绿地 哇市中心可以开出一片绿地 然后呢还会挖一个湖 那湖是那个叫谁啊 那个罗康瑞 他们资本家花钱挖一个湖 当时市政府的官员都呆掉 说台湾有个商人啊 买了市中心的拆迁了一大批 把一大会子附近都拆掉 挖一个湖 其实他有策略 他后面盖楼嘛 他卖的很贵嘛 简单一句话 是用社会主义的集权方法来开发资本主义 在上海 哪一个好呢 就是哪一个好呢 香港这样 就是他不能动 他粘在那里 他就是在粘在那里 好呢 上海那个好呢 咱们的这个好处就是那句话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他不是一张白纸 他把上面的平民全抹掉 管你是什么 我都能抹成一张白纸 画我的最新最美的图画 对 但哪个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扎老师你说哪个好 我觉得这是两个极端 而且我认为上海这种形态和香港还不太一样 因为他有一个当年的又是港式又是殖民文化 他有外来的 他等于是一个调和的结果 更典型的城市 就是中国式的 我觉得其实是北京 就是一个官府文化 然后后来变成社会主义首都 我给你讲一个例子 就是说他是一个什么形态的形式 就上个星期赫鲁晓夫的孙女来北京 怎么会赫鲁晓夫的孙女跑到他家 这都是属于有背景的人 修正主义的根据地 这是一个巧合 我们要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我先问点八卦 他孙女为什么跑你家去呢 他孙女 我这样说吧 就是这几年前我们在芝加哥开一个会议 国际会议 是我们俩唯一 我是唯一的中国人 他是唯一的一个俄国人 其他都是美国人 所以我们俩一见如故 然后就变成朋友了 他跟修正主义一见如故 然后他也住在纽约 所以他这次从纽约来 他说我来北京只有两天 我必须见到你 所以他从飞机场下了飞机 他说的 我就过几个钟头 酒店完了 我转一圈吃点饭 我就上你们家来 他就到了我们家 然后我是有一点北京人的毛病 自己可以把北京市说的烂举巴糟 可是别人要说不太舒服 但是我又觉得我得问他一下 我好朋友 叫Nina Kuchava 我说你到北京第一次 你观感如何 其实你才到半天 我就准备着他会说 肯定挺难看的 因为北京你老实说 这些什么建筑 没想到他说 我就像回家一样亲切 北京的楼 我一看我就觉得呼吸 都觉得顺畅 这些大块头的楼 里程碑式的 跟莫斯科完全一样 我太感 我觉得太亲切了 我一听 真舒服 因为我90年代初 我到莫斯科同样的感觉 对 你说北京的大街宽 莫斯科大街更宽 更宽 人都是巨人一个个 而且都长得特像 这楼跟那楼特像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其实北京的规划是 30年代莫斯科的规划图 搬过来 我们扒的他们 然后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虽然你说你 不为一大堆 然后你再加上一些什么改革开放以后建的一些商业楼 好像是西化的 但是它是我们是行政 以这些长官 等于是等于是我们的县长县委书记的现代梦 在北京实现了 全是大块头 土哈哈的 还快特大 但是有气 还有点元气充沛那感觉 所以这赫鲁晓夫 你觉得特别舒服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中国式的 和印度正好相反 上海有点布尔乔亚那种 你知道吗 就是到处星巴克那感觉 市民的小日子什么的 北京不是 就土大 而且呢 土大 土大 但是它有很多空间 土太大 但是你就觉得这种东西就没有调和吗 它是形容北京大气 土气的 我这帮你夸我们自己 但我就说从梦买回来 觉得它五彩缤纷 现在我们北京 你从楼外形看 真的是太千篇一律了 太多各种各样的 你看我从你们刚才聊的事里 我就得到一个启发 会不会啊 一个城市啊 最后的面貌 不是市长决定的 也不是某个人民决定的 是一种妥协的结果 就是各种各样的人生活在一个城市里 谁都有利益 谁都有利益呢 咱们妥协 他们你不是他们讲美国吗 说美国这个问题也是个特别麻烦的事 但是有一个好 美国啊 他有一个大体的呃 公认的市场价格 就比如说你你这个房子 哎 大体值多少 这个东西上下并不太大 而且呢 这就是说人家这个发达国家 各方面配套到了有专门的公司 帮你干这个估估计 我跟你说精确到什么成分 你在你们家地板上先铺一层水泥 再铺上木地板 铺的那层水泥都算钱 补偿的时候都就算到这么细致的程度 也影响 当然对他的这个格局是有影响的 不 他还是法律至上 像Santa Monica 那么黄金的海边的地方 房价就是不涨 他有法律规定 对不对 他那里的就不涨 所以租进去的人呢 你租给他 我只要住的 你租给我吧 你的租金也不能涨 每年涨很少 所以租在里面的人都几十年不出来的 都老头老太全部不出来 巴黎也是 巴黎市中心租了九 他租到多少年以后的老人呢 你不能退租 你不能把他赶走 所以巴黎市中心的楼价涨不起来 为什么涨不起来 因为这个楼你没法拿出去卖 你没有权利 铅金山也是这样 对不对 他美国的法律是保护租客 你租进去了以后 你是业主 你都没法操控 他只要多长时间 美国的他有一个前些年 他也在 甚至有一大纽约时报 一个专门评论 还说我们这为什么不能学中国 因为纽约的特殊问题 他是那个 Rental Control 就是他的租金几十年不变 楼价已经高得很大了 但是这些人 他就拿这个租金 低租金他就不走 你点办法都没有 这一点上跟印度有某种类似 印度也是在48年 还是自己年有一个租金法 到现在没涨 你说这怎么得了 根本没有 所以的关键就是说是 人个人的权利 还是社会的发展 哪一个优先 你强调 你强调个人的权利优先的话 那个钉子户就是值得支持的 对不对 他这个就是 我只要我这个地方不走 我不愿意走 你这个周围 你得服从我 美国基本上是走这一套 印度也是走这一套 而中国那是俄罗斯这一套 是从社会发展 要服从大局 以前 小数服从多数 以前这种雕破早就拆掉了 这个人可能还 其实我觉得 他到底是一个协商 和找到一个度的问题 那你说下来 等于中国 印度两个古老 应该很有智慧 一个中 一个度 印度 中国 都没找着 已经没找着中 也没找着度 这个事 他往往具备 某种象征意义 它是象征性的 你比如说那幅油画 我为什么说我很有感触 我自由引导人民 我还真的就是从看这幅油画 得到了很多理解 我就是觉得 法国大革命 跟中国大革命不一样 你看这幅油画里 有工人 有小孩 有商人 法国大革命 每个人都是为了他自己 他为了个人 但是我们利益一致了 我们统一战线 推翻他 推翻他完了之后 咱还是要坐地 讲人生而自由 平等 我记得我最早看这个画的时候 是文革期间 我有个朋友看着那幅画 他说 这些人看到一个女的不穿衣服 他们还往前冲 他们都威过去 威他去了 这都是中国人 热搞 这就是热搞 这都是长期搞 恰然结果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讲那话的象征意义 讲的是对的 真的非常对 就那个时候开始 欧洲就从法国 就是个人的权力 就要高于王权 他们这个时候 自然界的革命 就是这样 就是第三 第三等级 我要高于王权 那中国目前这个拆迁 其实一个道理 普天之下莫非黄土 中国这是大家都接受的 那后来呢 这个所有的土地权力 归国家 目前宪法还是这样规定 就算现在通过了误权法了 也没有否定这一条 土地的所有权 还是归于国家的 但是个人的所有 到哪一个程度 个人的权力 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的张扬 误权法 所以你看弄出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话 虽然是误搞 背后的象征意义是相通的 你说这个啊 我大想就是一个意志 当然了 一张白纸 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这一个意志是挺好 但是问题在于啊 我现在的这个审美观呢 也有改变 就像我去的一些地方多了呀 就像你说的这种情况 这边是高楼大厦 这边是破破旧旧的房子 台北就是最后的 对台北嘛 我说的就是台北 就是难道这个就一定不美吗 我现在开始这么想这个问题 你弄的那个假的那么美 一个意志 一个设计师 设计一个城市 还有一种就是属于 反映了真实的生活在这个地方 各阶层人不同的面貌 一个城市不可能说一个人觉得实权实美的 对吧 但是他如实的反映了 对 他在城市归下水 有很多检讨的 就是从现代主义运动的时候 比如那特有名的 那个就是那个 那个法国 那个他就是这一套 全来我来规划 全都巴黎 最后巴黎人在否了吗 不能不能做这个 还有他那时候有很多案例 都是失败 在巴西那叫Brazilia 最后变成没有人性 没有人味 他都给你全都规划好了 就跟计划经济搞死了 最后没有任何个人的空间 零变 后来美国就有一个女的 特别有名的这本书 就是这个Jan Jacobs 他叫 这个里的写了一个很有 陈宛中好像翻译过一些 还怎么着 就是说一个城市的参差多样性 是特别重要的 你不要把它变成画一 小商铺和大楼 什么老的东西和新的东西 掺杂的意思 差下是 20分钟的距离内 可以见到五种不同类型的建筑 包括北京其实也够丰富 你知道我最近去看 前不久去看鲁迅故居 很晚才去 北京两个鲁迅故居 就完全一个是完全被割裂的 政府把它封起来封存的 就是孤零零的 另外一个周座人 那个里边40个伙伴 就是40家人 40 对呀 一个三和四和院里面 住了40家里边的人